然後轉過來 你頭一直看這邊就好了 我扶你也講這個 所以說像這個資料 撤會表這一部分 你就訂單 比如說你知道說訂單 就包含客戶資料跟訂購資料 你可不可以寫這個樣子 可以 你希望不要被這兩個字騙了 你說老師 你請問他解釋 他們怎麼給他解釋 不是啦 這個不叫解釋 這叫分解 這叫他給我分解 意思就是說 訂單你可不可以說 他包含客戶資料跟訂購 像我可以 但你必須接著解釋什麼 繼續分解這個大的 因為 什麼叫客戶資料 我不知道 所以你要繼續把客戶資料給分解出來 客戶資料就是客戶編號 信用自己電話Email 什麼叫訂購項目 訂購項目 在這裡 訂購項目包含編號 還有它的材料 然後你再問你自己 這種東西需要分解嗎 不需要 其實要用分解的資料 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你只要覺得這個資料是自竄 阿拉伯數字 跟日期 你就 名字 不然呢 不然 什麼叫音樂CD 摘要 摘要 摘要其實分 在這裡 摘要分 摘要就是個描述的東西 描述誰 描述這個概念 所以那個摘要有什麼 就音樂來說 他有專輯連稱 演唱者 類型的代價出來 這個概念 只要不是基本資料型態 你就分解 你們學資料困的時候 有時候都教你一個東西 叫正規化 他有點像那個過程 你現在看不出來就對了 你只說 你就叫我分解就對了 就是把那個概念 就是把它拆 拆到什麼地方 拆到那種 只有文字 字竄 只有阿拉伯數字 只有日期 整數 浮點數都好 到那個地步 你就會停止 為什麼那時候停止 因為你就可以 將來有一天 你會蓋資料庫的表單 在做這個工作 你這個工夫在做這個 所以你會有一個table 叫 summary summary要有哪些欄位 title name sinner type price publish 就叫出來 所以你在做 你從頭到尾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這麼多個禮拜 你只有達到的目的是這個 這個過程有點像在做資料庫 但我們從來不講 這種東西叫類比就對了 在我們的領域裡 在一個物件導向的世界 我們把它叫做類比 但它很像資料庫的過程 這個聽得懂吧 聽得懂嗎 你怎麼做呢 同學 到時候你就是 好 你就是幹嘛 為什麼我當初叫你用紅色的 你坐在那邊 其實你就要分析一下 這幾個都這一坨字 當初好像也沒有命什麼名 我們是不是要給它一個名稱啊 懂我意思嗎 是不是要給它一個名稱 像那個旅館的 你們有沒有會員 你一定要有會員 你要去弄一個會員出來 你要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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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找一塊 你是不是找一塊 你不要管它有沒有啊 我覺得說你要有 不然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證明說你是來訂房的 你說你有訂房是嗎 是你嗎 我怎麼證明說是你訂的 你好像有 你好像有會員的概念吧 好像要耶 因為我一直沒看到你會員 我把它關掉 因為我要跟你講 你最開始都會有一個什麼 就是客戶 這叫做會員的概念就對了 你會有啊 你沒有其實好像不太行 我覺得你們每一組都要有 你就算沒有 你都要說 你看到誰有嘛 趕快把操過來就好了 你至少都一定要編一個出來啦 你說 欸 老師那個醫院 瓜哥有沒有會員 你剛剛講到醫院 瓜哥要會員 我是會員 我是你醫院的會員 他是病患的耶 我講的會員 講的是一個概念 老師講的是一個概念啦 你要會那個意啦 你一定要有會員啦 你有沒有像醫院 你有沒有 欸 醫院你這個不對喔 醫院 你們的格式不對 你們的格式不對 你一定要有病患的資料吧 這個你這個不太好看 我把你關掉 這個有會員嗎 那個電腦設備 不可以有籃子哈 電腦設備你們有那個會員嗎 電腦設備的 再拿一點點 會員 使用者可以用本系統加入會員 那你到底什麼 你都有問題啊 你們一定要有會員 要是沒有人要補進去 我跟你講 你忘了這個圖嗎 你忘了我畫這個圖給你們看 你最後寫的系統會員的像這個 在概念上 左邊會員會員快 右邊會員快 右邊會員快 中間是一個教育紀錄 你在什麼時候會看到這個圖 你在第八三跟第九章 畫類別圖的時候 你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是只是一個概念的縮圖而已 這是一個概念的縮圖 為什麼?所以為什麼我說 你的圖要是有點長得像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如果隨便用那個什麼計算子畫出來 令你的這個概念有像這個圖的話 第八第九的話你大概是對的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一塊 你沒有這一塊 那你不就斷了一邊了 你如果沒有這一塊的話 你說我沒有這一塊啊 我就這樣 那怎麼會對? 你怎麼去追蹤誰買的東西 你怎麼去追蹤誰訂的票 你怎麼去追蹤誰掛了號 那個誰很重要啊 你一定要有那一塊的 如果沒有你等一下把它補齊 就是你要去用 你沒辦法要把它生出來就對了 不管 你就這樣沒有都要生出來 不然你的心有幾個缺角 這聽得懂嗎? 你要讓它完 我是要求你要把它完整 你現在做專題也是一樣啊 它這全貌是這個樣子 你不可以說 你這個畫這個 因為到後期你就會發現到 我這個問題做不下去了 因為它怎麼看怎麼怪 你會看做不下去 你會感覺 我好像少了什麼 因為你就是不完整 造成的現象 所以說你至少要有這個帽 就對了 你的形 你的那個形 你表現出來的形 要像這個樣子 這個OK吧? 這個OK吧? 這是詞彙表的部分 這個沒有問題 這是詞彙表的部分 這個OK齁 真的喔 唉唷 不好意思 這個OK嗎? 詞彙表這一部分 就是把你上面的紅字 把它通通拿下來就對了 那我要跟你講的是 這樣子 這樣子OK齁? 你是講 可以 這個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吧 嗯